我真的不太知道這套怎麼開口 你們現在看到這部影片應該是我有史以來放大我頻道一刀未檢的影片 那這部影片呢你們也不會看到任何的字幕 原因是什麼呢 我那時候在拍就是我接下來要介紹的套件 之前在我的YouTube的推文上面 我有跟大家說我會來介紹102跟FMG9 然後我FMG9減到一半的時候 應該是我真的太操我那一台筆電了 所以我的筆電它的主板跟溫控晶片都燒掉了 原本一開始以為只有溫控晶片而已 因為它本來是開掉機 但溫控晶片再裝上去了之後呢 就莫名其妙讀不到硬碟 那我其實很多的資料目前就是都處於一個不見的狀態 包含我的FMG9 好不習慣就是沒有剪輯的影片 就是包含我的FMG9 它那部影片的剪輯檔也都整個不見了 所以這個開頭其實我也想了很久我到底要來怎麼講 然後最近我真的也是拍到 不知不覺也拍了一年多 那其實一直非常非常感謝一路以來支持的觀眾 那有的時候其實拍影片會拍到我自己是覺得心滿累的 雖然說我自己很喜歡拍 然後玩腔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件事情 但真的拍到 像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就是我不太想再拍下去 對 然後其實我本身自己還有另外的工作要做 這個剪片啊拍片都是利用我閒暇的時間 所以其實自從我開始拍片以後 我幾乎沒有什麼太多的娛樂 我以前很喜歡看美劇 然後玩電動 但自從開始拍影片以後 這些娛樂都完完全全不見 我已經不太記得我上次在追劇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然後什麼時候再把我的XBOX打開 然後來玩 所以它其實是有相對來說的犧牲 但同時我也很高興就是我選擇了拍片這條路 那它也讓我體會到了很不一樣的人生 然後一路以來非常非常支持我的你們 所以我那時候電腦壞掉的時候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慘了 我又要再延根了 我已經好久沒有在上芯片了 所以我今天在FMG9跟電腦好之前 我先拍一部這部影片來跟大家說明為什麼 就是會delay這麼久 我本來影片真的都快剪完了 然後現在電腦壞掉 所以你們看到這部影片就是我拍完 我會直接上傳到YouTube上面 基本上這部影片我想剪輯也沒辦法剪輯 因為我現在是完全沒有電腦的狀態 那希望就是電腦的部分我趕快解決 然後我可以先剪片 然後來把原本之前FMG9的部分先完成 然後我也希望之後的更新可以 就是再順利一點點 就我自己其實除了黃標跟電腦壞 我也在調整我自己的心態 因為拍影片其實說實在 我覺得是已經蠻累的工作 但就是我每次在剪輯的時候 其實我會想到我的觀眾就是 當然並不是所有 但一定會有人就是很期待 每一週可能禮拜五晚上七點 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希望是這樣子啊 我自己會給我自己這樣就是想 就是還是有觀眾在等 所以我還是會就是很堅持的 就是繼續拍片跟剪片 我不會因此就是會 我還是會努力的把 我該做的事情做完 然後跟剪完 所以 嗯 具體電腦什麼時候我不確定 但我希望最近我就有辦法趕快的先解決 因為其實手頭上還是蠻多事情 嗯 有個結果會分享在我的Instagram 然後跟Youtube上面 就是在跟你們報告一下我處理的進度到哪裡 好啦 那大致上這個就是 呃 這一次的 嗯 影片 對啊 如果 他算是一部影片的話 那希望就是未來一切順利 然後還是可以繼續拍很多影片給你們看 好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